这个男人被困孤岛四个月 彻底成了荒野之王 开田墾地 烧火做饭 生活美满滋润 种下的鸟屎也发了嫩牙 这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搜寻着工具 却发现了一个漂流瓶 打开里面有一张纸条 上面用很小的字写了一个你好 看来是回应自己沙滩上的自己 男人在沙滩上给这个神秘人写回信 对面大厦里的女人看到后 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他如法炮制地出门 再次丢下自己的漂流瓶 他开始对外界不再惧怕 欣赏起了路灯下的景色 隔天男人收到回信 确信了有人正观察着自己 正好长日无聊 就当是多了个笔友 两个人就用这种奇怪的方式 来回联络着 这天 男人发现自己种下的鸟屎 长出了一株玉米 他欣喜若狂地大笑 马上就能吃上梦寐以求的炸酱面了 可次日醒来 突然出现的外卖小哥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女人看他可怜 便好心给他点了一单外卖 小哥把各式各样的炸酱面都摆了出来 男人却一口拒绝 无奈之下 被退单的小哥把炸酱面送回了女人那里 男人托外卖员转告女人 炸酱面对他来说 代表的是一种希望 女人闻着香喷喷的炸酱面 突然明白了男人所说的希望是什么 于是他第一次打开房门 对妈妈说自己想要种一颗玉米 妈妈激动地红了眼圈 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见到女儿的脸 晚上女人给男人扔下道歉的漂流瓶 男人收到后在沙地上耍宝 表示并不在意 女人看着流下泪来 不知不觉 这个男人已经改变了他这么多 而男人也迎来了丰收的这天 他准备好所有食材 将玉米磨成面粉 再拉成掌条 端着这碗来之不易的炸酱面 他边吃边哭了起来 女人望着他的样子也笑了出来 这碗他走出了狭小的衣柜 第一次睡在了房间的地板上 而随着联系的增多 男人对女人越来越好奇 他在沙滩上写下你是谁 女人看着犯了男 他又开始在网上找美女照片 选了一张最漂亮的打印了下来 可就在丢瓶子的那一刻 他收回了手 他不想骗他 隔天男人急切寻找着回信 却一无所获 他在沙滩上写了大大的为什么 这让女人更加焦虑 他打开电脑 却发现自己道徒被人发现 评论区被铺天盖地的谩骂淹没了 男人这边则遭到了更痛苦的打击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将他种的东西毁得一干二净 任凭他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连鸭子小家也被水流冲走了 男人再次变得一无所有 次日 醒来的女人发现暴风雨侵袭了小岛 焦急在垃圾中寻找着男人的身影 却看到几个保安登上了岛 他们发现了野人一样的男人 将他按倒在地 男人恳求他们让他留在这里 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比喻是谁 然而他还是被强行带走了 与此同时 关注着这一切的女人犹豫着 打开了紧闭的房门 这是他第一次在白天出门 不顾旁人诧异的目光 他在人群中慌乱地跑着 希望能找到男人 可这时的男人已经搭上一辆公交车 再次一无所有的他丧失了希望 准备跳楼自杀 他没有注意身后有个女人在拼命狂追 公车越来越远 他们终究是错过了 女人流着泪往回走 忽然 整个城市响起了刺耳的房子 今天恰好是一年两度的演习 街上所有的车都会靠边停下 女人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他重新跑了起来 终于赶上了那辆公交车 他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向那个男人 男人望着他 忍不住留下了两行热泪 两个孤僻的怪人就这样相遇 从此两个人的孤独 变成了一对人的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